月云鹏海外巡演杀疯了 孙岳神捧斗翻全场 看到月云在台上耍宝卖萌 台下观众立马配合起哄 孙岳一句神捧 不仅将气氛直接掀到顶峰 更是将月云说到满脸通红 近期月云鹏孙岳刚刚跟着师傅演完 国外的亲子爱徒相声专场后 他又马不停蹄地带着徒弟刘晓婷 以及几位师弟开启了北美巡演 从孙岳的视角中不难看出 台下的观众依旧是满坑满谷 据月云所说 当天去了两千多人 谁能想到月云鹏到了国外 还有这么大的人气 要知道就在不久之前 还曾有相声主播在直播间 谈起月云鹏和曹云金 你俩说缘和酒消不如一曹 根据是什么 在同行演员心中 曹云金的相声水平 要远胜于月云鹏 因为曹云金说的是相声 而月云鹏说的 早已偏离了传统相声的范畴 更何况 当年曹云金在德云社称霸时 月云鹏还只是个 端茶倒水搬桌子的服务员 别说与曹云金比了 就连孔云龙都比他强百倍 而除了这些年轻的相声同行 更欣赏曹云金的相声之外 相声老前辈李博祥 对曹云金的评价也是相当的高 这个云金的有个天赋 语言好 他在舞台上演出啊 给我的这个直观感 就是跟观众啊 红沟很近 红沟很近 就拉得很近啊 中间得勾近 好像就跟观众亲自说话似的 虽说有不少相声同行 都更加欣赏曹云金 但不可否认的是 如今岳云龙的成就远比曹云金更高 就拿这次的海外专场来说 岳云龙如今不仅可以带着徒弟 在国内开专场 并且大受欢迎 甚至还将专场开到了国外 光是这一点 恐怕就是曹云金根本做不到的 对此正好也曾做出过正面解释 正如正好所说 如今的岳云龙走就是曾经拍马也赶不上的了 除了海外专场之外 岳云龙还曾连续多年登上初玩舞台 喜欢他的观众数不胜数 那么你们更喜欢曹云金还是岳云龙呢